史上最复杂的第12期疫苗预约接种 上午10点再开放AZ第二季预约 下午2点则是要开放莫德纳第二季预约 不过早上10点钟一到 瞬间涌入了大量民众上线 要预约还要在线上排队 除了民众抢约打疫苗之外 指挥中心也还文给各地方卫生局 民众在国外只要是接种获得WHO核发 紧急使用清单的6款疫苗 包括中国的国药科兴疫苗 完整接种两剂 返台之后就不需要再追加接种 还有台商的施打记录 也会被注记在小黄卡上 早上10点钟一到准时上线 但才刚进到疫苗预约平台 页面一下显示无法连线 一下显示在自动排队中要等待6分钟 还有民众用手机预约竟然要等16分钟 一等再等花了十多分钟 才能进到预约系统 在花博就AD全都是在花博 史上最复杂的第12期疫苗接种 19号早上10点钟 先开放预约第二剂AZ疫苗 一共96万人符合资格 让民众才刚上线就塞到不行 下午2点还会再开放 莫德纳第二剂预约 只怕还会再卡 但除了国内疫苗持续预约开打 指挥中心也发含给地方卫生局 民众在国外招式完整接种 获得WHO 合法紧急使用清单的6款疫苗 包含中国国药科兴 嬌生莫德纳 BNT AZ等 返台之后就不用再追加接种 还有台商的接种记录 也被登记在疫苗接种小黄卡上 外界有声音质疑 难道是我国承认中国疫苗了吗 有了这个注记呢 我相信台商回到台湾 应该也会比较方便 事实的认定打过这样的疫苗 但对于说怎么样承认 然后再另外再研究 认可他曾经打过疫苗这个事实 但是我们并没有认可说 他可以在台湾进口使用 没有办法说减少隔离 或者是解除隔离的天数 但想要因此缩短检疫天数 专家则说目前没有考虑 毕竟打任何疫苗都还是可能出现 突破性感染